在现实生活中,有很多都曾梦见已故亲,民间一般称为托梦。 已故亲托梦给你,究竟有何深意? 解梦,老是梦见去世的亲怎么办? 很多很困扰这一点,一方面自己会想见他们,梦里出现他们的时候, 感觉就像他们活着一样温馨,充满激动,醒来后的失落, 或夹带着的惊恐,就让做梦百感焦急了。 有过世亲梦里一起过日常生活的,有在梦里训斥或打骂, 甚至追杀做梦的,有在梦里索取的,或嘱托某些事,或指点某些事的。 还有些,就是本文的重点,他们总是梦见过世的亲, 挥之不去,一个月,总要梦各几回,面对这种情况,该怎么办呢? 如果梦多是噩梦,你需要制止这种梦境。 如果梦里的亲在梦里总是迅速,追杀,掐脖子,要带走做梦, 或者做其他一切威胁做梦,让做梦不开心的事的。 则需要制止这种情况,不管梦里的鬼是谁,既然他在梦里要伤害自己, 那么,就得了解一个事实,去世后的亲,已经不再是活着的亲, 两个世界,两种状态,实属正常, 还有,不是每一个亲都有豁达的内心,也许他的戾气,怨气就是要伤害你的。 当然,梦里虽然他们在伤害自己,或让自己不舒服, 但他们毕竟是曾经是自己的亲,所以,你可以做以下几种事, 如果梦里都是日常生活,你需要反思。 其实这种梦是亲情寄托导致,你心里念念不忘,放不下是导致这种梦境的主因。 有些卧室里放有过世亲生前的用品,也会导致这种梦境。 反思的意义在于放下心结,静心灵神。 毕竟,按玄学观点,你总是挂念着去世的亲,会导致他无法安心转世投胎,反而是一种罪过。 可以用的方法是,卧室睡觉前点檀香,要点满一个星期以上,真正要根除,要点七七四十九天。 如果梦里是指点,你需要重视指点的内容。 很多时候,过世的亲其实都是长辈,长辈有着丰富的生经历和生活体验, 他们在面对很多你觉得很烦心的事会有很多解决技巧。 又有一种说法,过去的亲能帮你挡很多灾难, 他们能预先知道很多要发生的事,然后会在梦里进行嘱托,指点,让你预防,去解决问题。 这个时候,你需要针对梦境指点进行辩证的看待, 比如是不是梦里的指点都是很直接,很准,如果是,不二话,遵循。 如果不是,则需要看看是不是自己理解错了, 还是梦里的亲其实是个掉皮鬼,这个需要专业是帮忙分析。 如果梦里是索取,需要是其要求进行针对性解决。 在清明节或中元节前,很多会梦见了过世的亲要衣服啊,要钱之类的, 这种梦就是索取,有时候,他们会在梦里表现得很惨, 其实也是希望做梦能帮他解决问题。 大师的意见是最好满足他们,去祭祀一番。 如果有些过去的亲在梦里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,那就不能随意满足了,而且需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他,不该这样。 若梦里开始转位凶煞则以第一条规则对付。 其实,梦到过世的亲千万不要害怕,你一害怕就没有办法好好解决。 佛教讲因果,要先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亲会来托梦,才能解决这个事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